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支数就是系统的阶数 系统特征方程是几阶的 就有几个根轨迹的分支 根轨迹是堆称于S平面当中的十轴的 而且参数从0到无雄大连续变化的过程当中 根轨迹在S平面当中描绘出来的轨迹也是连续的 不会出现断点 十轴上的根轨迹 这条规则说的非常明确 说从S平面当中的十轴的最右端的开环的零点几点 开始向左边算起 单数开环零点几点到偶数开环零点几点之间的区段 一定是根轨迹 否则一定不是 根支合 当N-M大于等于2的时候 闭环根支合保持一个常数 就等于开环根支合 间接线 间接线描述的是第一条法则当中 N-M个根轨迹分支趋近于无穷远点时候所遵循的规律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SigmaA是表示间接线和十周交点的坐标 PhiA是表示间接线的正方向和十周正方向和到间接线的夹角 接下来分离点 分离点所遵循的方程D 分离点D遵循的方程是这个方程 那么你碰到这个分离点的问题 带这个方程去计算 如果给出来的那个关于D的方程是可以解方程的 你直接解就行了 如果解不了 那就去试根 试根的方法要掌握住 于虚中的焦点 我们令这个S等于结约 我们俩带到特征方程当中去 让特征方程的十步虚步分别等于0 两个方程可以求出两个未知数 一个是于虚中的焦点 一个是于焦点对应的那个K信号的值 那么接下来呢 如果是要出着脚 这个法则呢 实际上就是向脚条件 这八条法则在绘制根轨迹的过程当中 未必每一个题都会去用到它 但是该用什么法则的时候 你要去自己去决断 该用什么法则就用什么去法则 能够顺利的把这个熟练的 把根轨迹把它汇制出来 这是我们运用根轨迹法来分析系统的 最起码的这样一个技能 那么我们先举一个例子来 把这个关于汇制根轨迹的问题呢 再回顾一下 系统的结构图现在告诉你了 是这样一个结构图 那么有两个问题 首先汇制这个K信号 从零档无穷达变化的时候的根轨迹 那么根轨迹画出来以后呢 分析一下系统稳定性随着这个K变化的这个规律 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系统呢 它的画根轨迹嘛 首先把开环传递函数写出来 开环传递函数等于前向通道传递函数 和反规向通道传递函数乘到一起 这样一个结果 这是唯一标准型 这个K叫做 开环增益 对吧 那么我们画在根轨迹法当中研究的过程当中 习惯的是用于首一标准型 画成首一标准型后这个系数 就是根轨迹增益了 所以对这个题来讲 根轨迹增益K信号和K之间 满足这样的关系是 系统是零型的 有了开环传递函数 再怎么做 画根轨迹 得先把开环零点几点的分布 在S平面当中的分布画出来 对这个题来讲 有三个几点 分别在-1-1正的四分之七 两个在这 重叠的 还有一个根在1.75正的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零点的在-0.5这个地方 现在开始画根轨迹了 交给你们了 怎么做 首先手上的根轨迹 手上的根轨迹从哪到哪是 这一段是 对吧 除此之外还有吗 这边是吗 是吗 肯定是吗 看啊 1 2 单数到我数这段是 3 4 这边是吗 不是 记住 单数到我数之间是 要说的话 那就是第三个第四个 就是在这一点是 其他都不是 好了 手上的根轨迹 把它画出来 是在-0.5到1.75这个比区间之间 把它这段 画出来 这段是 手上的根轨迹 就这段了 再呢 间济线 有几条间济线 三减一 两条 对吧 间济线 间济和石头焦点坐标 把所有的几点加起来 -1 -1 正的四分之七 再减去负的二分之一 出三减一 八分之一 正八分之一 在这个 虚轴的右边呢 这个角度 多少 直接说 两个嘛 两个嘛 就是肯定是正负九十度 对吧 算一大 不算也是他 肯定正负九十度 所以呢 交点在正的八分之一 正九十 负九十 间济线有了 再接下来呢 分离点 你说的分离点 就是这个地方 往起 分开的那个点 这叫 这个地方 宁可叫起始角 起始角 不叫 要说的话 它是起始点 不叫分离点 对吧 那么这地方 有个七十角的问题 对吧 七十角 凭感觉 多少 这是两个 两个开环几点 在这 不能往这走 也不能往这走 零 零就是往这边了 这不是他的路 180 180 180就往这边了 这两边都不是 实习上的都不是 都不是跟鬼戒 正负九十度 正负九十度 感觉还不是太好啊 算一下 出着脚 出着脚呢 把出着脚的方程 给出来 这个180度 什么意思 是 是这个零点 只向这个 三角形S的 这个实量 的相角 是180度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有两个 两个叉叉 两个叉叉 都要向这个S 赢实量 所以是 二倍 赛 对吧 对吧 这是两个叉叉 赢两个实量 所以是两倍的Theta 这个180 是什么 是他 指向他的这个角度 然后呢 要让他等于二开 加一派 我们为了缺际 缺际检验 给他给个180度 负的180度 把这个Theta解出来 Theta解出来 是90度 那么 有一个90度 就有一个负90度 对吧 这可以取不同值 取成正180的话 那就是 这个负的90度 就是90度了 那么这个 其实角 或者叫出射角 正负90度 有了 再接下来呢 虚轴焦点 因为间接线 是在虚轴的这边 所以呢 它一定要穿过虚轴的 所以有间接线 它有这个虚轴焦点 虚轴焦点嘛 就是把特质方程写出来 另这个S 解有Omega 分解实部虚部 分别等于0 那么实部呢 是负的Omega平方 加这套东西 等于0 虚部呢 是负的4倍 Omega三次方 加上这么多的Omega 等于0 两个方程 解两个位数 你看这个方程 这个里头有Omega 等于0 是一个根 对吧 Omega等于0 带到这里边 是K等于1 这是一个解 这个解是什么呢 Omega等于0 K等于1 这是个解 是这个解 是根轨迹 这个根轨迹 分支从右边 向左边走 和虚轴焦点的 这个解 这是一个 另外呢 还应该有两个吧 那么把这个Omega抽出去 还有一个Omega 4倍Omega平方 加这么多 等于0 这就给出来一个Omega平方的 Omega等于2次方程 解它 解它以后带到这里边 把相应的K求出来 解出来Omega等于根号2 我们就不去仔细解它了 相应的K型号 这个K的值呢 等于7分之9 在这儿呢 虚轴焦点 这还有两个 现在画根轨迹 怎么画 其实角或者出色角 等于正负90度嘛 这么出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通过虚轴 还要 B进行间接线 对吧 是这样吧 第一个问题 根轨迹画出来了 K型号 从0到无穷大变化的时候 虽然我们这地方讨论 这个算的是K 实际上这个K型号和K 去无穷大的时候 画根轨迹是一回事 接下来 分析一下 这个系统稳定性 随着这个K K是开玩增益 是这个K 它从0到无穷大变化的时候 体现出来的规律 看看 这个系统在 当K或者K型号 从0到无穷大变化的 过程当中 这个系统有没有可能稳定 当这个K 取什么值的时候 或者说K型号 也可以 两个都是有这么个关系式 在什么范围当中 变化系统是稳定的 从这个地方的1到7分之9 对吧 其他地方都不稳定 现在我们把第二个问题分析一下看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看 当K开环增益 开环增益 当它等于 当它从0变到1的时候 变到1的时候 刚好是这个根本就分支 从右边跑到序竹上的这个时刻 然后从1再往7分之9这个地方跑 7分之9的时候 是这两个根本就分支 与虚珠交点的这个点 然后再跑到无穷的时候 分这么几个阶段 分1 2 3 三个阶段来讨论 当这个K在0和1之间 开环增益 在0和1之间取值的时候 这个闭环的几点 有一个在这边来 对吧 这有个单根 还有两个根呢 是在这边 这个地方对吧 那么它的这个 闭环几点的分布呢 是这儿一个 这儿有两个 现在这样一个分布系统 闭环系统可以稳定吗 为什么说不稳定 是发散呢 还是是发散的 发散是 用个什么样的趋势是发散的 震荡发散还是单调发散 震荡发散 为什么 看看 这三个闭环几点 在右半S平面当中的 这个根是一个单根 对吧 单根对应一个单模态 它是一个单调发散的 对不 所以这个系统呢 这两根对应的模态是收敛的 但是它是震荡收敛的 但随着时间增大以后呢 这个根就慢慢单调发散了 所以呢 这个系统在 开环增益在零和一之间取直的时候 这个系统的响应一定是发散的 而且是单调发散的 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这个根 这个闭环的根在这 在这个S平面当中的分布 首先就把系统的稳定性的问题 就决定了 因为它决定模态 而系统的响应 特别是单位阶的这个脉冲响应 或者系统的自由响应的话 就是这些 极点所对应的模态的先行组合 那么这个发散的模态就这个单根对应的模态 它是个单调发散的 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把这些概念都要融在一起 去正确的分析系统 所以呢 在0和1之间取值的时候 闭环几点有一个根在右边S平面 不稳定 而且是单调发散的 那么 这个时候呢 系统是不稳定的 那么如果取值在 K在1和7分之9之间取值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根固基分支上的几点 已经越过虚轴跑到左边来了 但是这两个根固基分支呢 还没有越过虚轴跑到右边去 对吧 是这样一分布情况 所以这个基点呢 已经过来了 但是这两个基点呢 还没有过去 现在这个情况 刚好是所有的变化基点 都在叙述左边的情况 系统是稳定的 系统稳定的是稳定的 但是这个单根 所对应的模态呢 是单调收敛的 但是收敛的比较慢 因为它离叙述比较近 对吧 这两个根呢 是一个震荡收敛的 收敛的也慢 因为它距离叙述也比较近 那么它的响意 你可以想象出 这个啥样子 有一个单调的过程 在它上面还叠加了一个 波动很厉害的 这样一个收敛 比较慢的过程 可以体会出来吧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 系统是稳定的 但是呢 动态性能不会好 但是它毕竟是稳定了 这个系统是收敛的 现在系统是 在这个开环增益 在这个范围当中取直的时候 闭环系统是稳定的 那么如果在K 在比七分之九再大 出现什么情况了 这个根越往这个 这个根就越往这个零点 这个地方靠了 这两根就越过虚洲 跑到这个虚洲的右边去了 对吧 那么它整个根的分布 这是有一个 这地方有两个 这两根对应的模态呢 是一个震荡发散的过程 所以这个系统呢 在这样取直的时候呢 它的响意是一个震荡发散的过程 系统仍然是不稳定的 那么整个这个系统的稳定性 随着开环增益 从零到五熊大 演变过程当中 就在这一段稳定的 其他地方都是不稳定的 而且它的发散的过程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单调发散 这个地方是个震荡发散 理解了啊 好了 那么我们学了根轨器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从 站在根轨器法这样一个角度 去审视一个系统 从更深刻的一个层次上 去理解系统 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一个系统的开环稳定 和闭环稳定之间 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我们在实义法当中 说过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站在 根轨器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再去 从根轨器的角度 再去理解一下 比方说 我现在有一个系统 它的根轨器 划出来这样一个东西 开环的极点分布 是在这儿 这儿 划出来根轨器 这是一个分支 这是两个分支 显然 这个系统开环是稳定的 开环是稳定的 对吧 因为所有的开环基点 都在虚株左边 开环系统是稳定的 但是呢 你加上闭环以后 把开环增益 或者根轨器增益 逐渐增加增大的过程当中 这个闭环系统 可不一定保证 它总是系统稳定的 对吧 这根轨器已经画出来了 当你的根轨器增益 逐渐增大增大 大到跑过虚株 到了虚株的右边的时候 这个闭环系统就不稳定了 虽然开环系统是稳定的 对吧 那么我们在试园法当中 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是说有一个开环系统 它的两个基点在这 两个基点全在右边 而一个开环零点的也在右边 这个系统显然开环是不稳定的 对吧 但是通过这个稳定性的判据呢 说当开环增益取某一个范围的时候 系统是可以稳定的 我们从根轨器的角度来讲 你看这是两个基点 一个零点的问题 画根轨器 这么画个圆过来 这么过来 显然 当这个开环增益 从零开始逐渐增加的时候 开环这个 这个变环系统开始是震荡发散的 但是大到 跑过虚轴 跑到虚轴左边的时候 这个系统就是一个稳定的系统了 这个时候是震荡收敛的 然后这是 就跑 这就变成什么了 收敛的 单调收敛的 对吧 然后如果再大 这个跟跑到虚轴又变的时候呢 又单调又发散了 所以呢 这个系统开环是不稳定的 但是我们加了闭环之后 把闭环 把这个开环的这个增益 取到一个合适的范围的时候 这个闭环系统是可以稳定的 而且它的性能还不会太差 所以这个开环系统和闭环系统 不能划等号 各有各的事情 我们要从更估计的角度来讲 可以理解的更多一些 另外呢 我们说 在之前呢 我们讲 一个系统如果要能够稳定的话 它应该是在处于负反馈的情况之下 对吧 负反馈了以后呢 系统性能就能变得好 但这个话呢 不是绝对的 比方说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系统 就是说 你加了负反馈以后 未必一定能够改善系统的性能 还有很多这里边需要结构要调整 参数要调整的问题在里边 比方说 我现在有个系统 它的开环机电分布 是这样三个 开环系统是稳定的 那么画跟轨机呢 开环增益从零到无穷那边的过程当中 这样跟轨机分析是这么走的 你要是闭环系统稳定的话 闭环的增益不能 就是 闭这个跟轨机增益 不能随便取 最好取到这个跟呢 在四十五度线上的这个时候 这时候最好 但如果你这个跟轨机增益 取得太大了以后呢 原来系统是和开环系统 还是个稳定的 闭环系统就不稳定了 就是说 你这个闭环 加了闭环以后呢 有可能给你一种 使系统动态性能调整好的 这样一个可能性 但这个可能性的实现 还叫你要合适 把这个开环的 这个开环增益 或者系统结构调到一个合适的那个值 这就是搞控制系统 需要研究的问题 另外我们毕竟 我们说一般讲 一般的情况下 在大多数情况下 你这个系统 是一个实际的系统 加了正反馈以后呢 它这个发散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但是未必一定是这样 至少我们从理论上 可以找到这样一个模型 在负反馈的情况下 系统性能不会改善 而正反馈的情况下 它的性能居然能够改善的这种特例 比方说 我现在有个二级系统 它的开环基点分布 是这样一个分布法 花根轨迹 副反馈 花根轨迹 根轨迹是是不是这么走的 你看 加了副反馈以后呢 这个根轨迹增益 逐渐增大的时候 这个根是往这走的 条件时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超调量 肯定是越来越大了 对吧 这是副反馈的时候 我们一会儿讲正反馈的情况 正反馈的情况呢 它这个根轨迹要倒过来 这么画了 倒过来画的时候呢 你现在对这样的系统来讲 用正反馈 参数调到合适的时候 它的调节时间 不会有大的变化 但至少它这个超调量 会改善很多 理解我说的意思了吧 就是说 我们一般前面讲的这些话 对于一个系统来讲 到底怎么样能够改善系统性能 话不能说绝了 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当我们学了根轨迹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从更深的一层 去理解这个系统的性能改善 以及开环闭环之间的关系了 要善于用我们学过的东西 去指导我们 这个控制系统的设计和分析 这是我们举的这样一个例子 下面呢 我们今天进入我们新的课程的内容 今天我们不做别的 就讲第四章的第三节 讲广义根轨迹 广义根轨迹 广义根轨迹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叫做参数根轨迹 我们说什么叫根轨迹呢 根轨迹是说系统当中的某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未必一定是开环增益 或者根轨迹增益 有可能是其他的参数 那么当这个参数从零到无穷大变化的时候 闭环极点在S平面当中相应变化 所描绷出来的轨迹 这叫根轨迹 在此之前我们研究的根轨迹的问题 都是K信号或者K 从零到无穷大变化的问题 那么我们说的广义根轨迹当中的第一种问题 叫做参数根轨迹 也就是说除了根轨迹增益 或者开关增益之外的其他的参数 从零到无穷大变化的时候 把这个问题就扩展开了 这时候根轨迹该怎么去画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举例具体的例子来说 首先有一个单位反过系统 它的开环传递函数已经告诉你了 在这个开环传递函数当中呢 有一个变参数A 我们要研究这个A 从零到无穷大变化的时候 B环的根的轨迹 那么根轨迹画出来以后呢 确定一下当阻尼比等于1的时候 B环传递函数它的表达形式应该怎么写 当然第一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先研究这个A 这个变参数从零到无穷大变化的时候 根轨迹怎么画 看这个A如果我把它提出来 提到外边以后呢 这个S前面还有个A分之一呢 对吧 这个A你提出来以后 它表面上相当于 它是一个根轨迹增益的那种形式 但是它同时又是一个开环的零点 你在画根轨迹的时候 这个零点还在跑 你就根轨迹怎么画 出现问题了吧 碰到这种问题 就是参数根轨迹的问题 也就是非K星号之外的 其他的参数从零到无穷大变化的时候 根轨迹的绘制问题 怎么做呢 我们这么来做啊 不管它是怎么样的情况 不管这个参数是怎么样的情况 除了K星号之外的问题呢 我们用前面的方法也做就完了 碰到这种 除了K星号之外的这种参数根轨迹的问题 首先把这个用 根据这个开环传递函数 把它系统的特征方程写出来 特征方程等于它的分母加分子 就它 对吧 根据这个特征方程 构造一个等效开环传递函数 等效开环传递函数 这个等效开环传递函数 根据这个特征方程来构造 把含变参数的量放在它的分子上 把不含参变量的那些像呢 放在它的分母上 把这个问题呢 就构造成一个 我们原来K星号变化的那种问题来解 清楚了 因为我这个等效开环传递函数数 它对应的特征方程就是它 就是我原来研究那个系统的特征方程 当然 它画了根轨迹 就是原来系统的根轨迹 对吧 那我这么处理以后呢 就把这个 这个参数根轨迹的问题呢 画成这个原来K星号变化的那种问题 来解决了 就可以解决了吧 理解我说的意思了 这种参数根轨迹的问题 把特征方程写出来 根据特征方程列 等效开环传递函数 把含变参数的放在分子上 不含变参数的放在分母上 这个等效开环传递函数 对应的特征方程和它是一样的 对吧 那当然 当Ka从0到5强那边画 画了根轨迹 也就是我原来系统的根轨迹 对吧 所以呢 碰到这个问题 画根轨迹 一定要记住 构造等效开环传递函数 画根轨迹的时候 由等效开环传递函数 去画根轨迹 画完了以后 它的使命就结束了 再不敢再往下用了 那么根轨迹画出来以后 它的使命完成了 所以叫等效开环传递函数 不叫等价开环传递函数 但是画根轨迹的时候 你这么来做 那把这个底下呢 写成这样的表达式 画根轨迹 由等效开环传递函数来画 那么有了它以后呢 把开环的零点积点分布画出来 当然是根据等效开环传递函数的零点积点分布 这有一个 在负的零点积点地方有两个 开环的零点积点是这样分布的 然后这个A从零到无穷大变化 画根轨迹 怎么画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画成了 我们原来的K信号 从零到无穷大变化的那种形式 这种样子了 那么画根轨迹怎么画 十双的根轨迹 哪一段是呢 这段是 这段是吗 是 三到无穷 也是 把根轨迹画出来 都是 接下来呢 分离点 有分离点的问题 还有呢 见经线 几条见经线 三条 先把见经线求出来 见经线和石楼交点坐标 那这个 0加上负的0.5 再加负的0.5 1 负1 除3 3分之1 负3分之1 角度呢 正负60度 180度 三条 肯定是它 那么 间线 在 这个在这儿 3分之1 负3分之1地方 负正60 负60 180 接下来呢 分离点 分离点 分离点的方程 分离点的方程是 d分之1 加上一个 d分之1 加d 加0.5 再加d 加0.5 一共两个塔 对吧 然后 把这个方程整理一下 可以整理出 关于一个d的元 一次方程来 结这个d d等于负的 6分之1 在这儿呢 6分之1 在这儿呢 那么 当这个 根骨机 到了这个 分离点 这个地方的时候 对应的那个 a的值 不是k信号的值了 是a的那个值 用模式条件 用这个模式条件 它应该等于1 把这个a留在这边 把它挪到那边去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 模式条件 就变成这样的表达式了 对吧 现在把这个d 等于负的6分之1 带进去 算出来 这个对应的a的值 是27分之2 再接下来呢 虚众交点 虚众交点 把这个特征方程 把特征方程写出来 让这个s等于 结Omega 实步虚步分别 让它等于0 解除 这个Omega等于0 就不用说了 这是70点 那么解下来呢 是Omega等于1分之1 在这儿呢 对应的k信号 a的值 是等于1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把根轨迹 画出来了 这样一个样子 这是我们把根轨迹 画出来了 是这样一个样子 那么根轨迹 画出来以后呢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说当c等于1的时候 也就是阻尼比 是临界阻尼比的时候 闭环传递函数 应该怎么写 它的表达是 这个阻尼比等于1 说阻尼比 一定是针对一个 二阶环节而言的 对这个系统来讲 它是三阶的 三个根 那么这个根轨迹分支呢 这两个根轨迹分支 这么走 这个根呢 这么走 对吧 那相对来讲 这两个根轨迹分支上 对应的几点呢 是主导几点 这个几点呢 离虚如比较远 它对于动态性能指标 影响不大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系统的 虽然这个三阶系统 我们说它的阻尼比是多少 实际上就针对它 这个二阶 这个离虚如近的 这根轨迹分支上的 两个几点 对应的那个二阶子式 说的那个cassin 清楚了 那说这个 阻尼比等于一 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两个根轨迹分支 在这个分离点处 相交的这个点 对吧 对不 这时候闭环记点 是两个重根嘛 二重根嘛 对应阻尼比等于一的 那种情况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分离点处 对应的那个闭环 传递寒入 应该怎么写 就这个意思 对吧 好了 那这事情怎么做呢 换一屏 那么cassin等于一 就对应分离点了 刚才我们求过 在分离点处 对应的那个a的值呢 是二十七分之二 对吧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 等效开关传地下书 写出来 注意啊 我们把根轨迹 已经画完了 这个东西的功能 就到此为止了 不敢再向下沿用了啊 它只是 这个等效开关传地下书 只是画根轨迹的时候 用它 那么我们要做 这样的事情的话 要回到原来的那个系统 开关传地下书当中去 原来的开关传地下书 这样的表达是 对吧 现在不能为它了 回到这来 在分离点处 这个a的值已经定了 是二十七分之二 把它带到这边 有些说 在分离点处 这个阻尼比等于一的时候 这个开关传地下书 按原来的开关传地下书 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把闭环传地下书写出来 因为这个系统是单位反馈的 所以呢 它的闭环传地下可以写出来 它的分子和它的分子一样 它的分母等于它的分母加分子 写成这个表达式 现在注意啊 把它 它的功能就不要了 等效的 不是等价的 你不能永远用它 现在回到这来 回到这来以后呢 这个方程我们已经 这是一个闭环的特征 多项式嘛 因为这个时候 之后就对应的是这个分离点 所以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分解因式 可以把它的两根求出来的 负的六分之一的平方 这两根在这儿呢 这个根我就分支 往哪跑了 往这边跑了 具体位置在哪呢 怎么定它 根支合 对吧 这是三减零 大于等于二的情况 用根支合 这两根跑这儿来了 那么 这个根从这儿可以定出来 定出来 它是在负的三分之二这个地方 就可以把这个闭环的极点的位置 就可以定下来了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 当阻尼比等于一的时候 那个闭环传递函数的表达式 一定要回到原来的系统 根本去花完以后 要回到原来的那个开环传递函数当中 去讨论它 这是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讨论一下 这个A 现在不是K信号了 A从零到无穷大演变过程当中 这个系统的动态性能 稳定性 稳态无差 它的变化规律 首先动态性能 动态性能 当这个A从零到二十七分之二 在这个区段取直的时候 闭环几点在什么地方 二十七分之二 刚好对应这个分离点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闭环几点呢 它这儿有一个 这儿有一个 这儿有一个 对吧 系统呈现出一个 过足尼的情况 主要取决于这两个几点 对吧 那这个几点也是一个 单调的过程 所以系统呢 它是一个单调的过程 单调的过程 那么超调量肯定没有 那调节时间呢 这个 这个几点 这个几点总的来讲是 随着A的值 逐渐增大是往这边走的 那么整个这个系统的 调节时间是减小的 减小的 在这个范围当中 取直的时候 那么这已经跑到 分离点的后边去了 但是还没有到 一是于虚众交点 所以两个几点在这 这主导几点 这是一个非主导几点 那系统呢 主要呈现出一种 震荡熟练的趋势 这时候超调量就不再等于零了 而且呢 随着这个A从这个地方 二十七分之二 往这地方靠的时候 这个闭环几点呢 是往这边走的 这个β角就越来越大了 超调量就越来越大了 调节时间呢 越长了 调节时间越来越长了 这是这样的过程 那么一旦要是A的只要大于一 跑到这儿了 离一到无穷大之间的时候呢 这个两个根就跑到虚众的右边去了 这根离虚众就更远了 它是发散的 不管它 关键是这两个 这两个公共斧根是一个震荡发散的模态 这个系统呢 就发散了 而且是震荡发散的 系统就不稳定了 从稳定性的角度来讲 A从零到一 这个开区间之间 系统是稳定的 大过一 系统就不稳定了 把根离虚众画出来以后 系统稳定性的问题 直接就已经就明确了 关于稳态误差呢 稳态误差 这个系统是一个 几型系统 二型系统 二型系统 那系统输入是一个 加速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稳态误差应该是等于 三车三表格当中最右下角的那个 是A比K 稳态误差等于A比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对于这个系统呢 A已经有了 那么这个地方的值 把开环增益带到这里边去 A分之四 那么稳态误差 随着这个A的增加 会 等于这样一个 四倍A 那么就是最小的这个值 就是稳态误差最小 也就是四倍A了 不会比它更小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A最大 只能取于叙周焦点的这个A 对吧 不能再比它 再大了以后系统就不稳定了 稳态误差就没有意思了 所以呢 把这个A 这个最大的值带到里边去 那么稳态误差最小的就是四倍A 清楚历史了 把这些我们以前 学过的一些实语法当中的 关于稳定性稳态误差 动态性能的计算的那些方法 都融在这里边 把它弄透了 这是这个问题 好了 我们再举个例子 一个单位反馈系统 它的开环传递函数 是这样的表达式 是二型的三接系统 研究这个参数 T 在这个开环传递函数当中 有个关系环节 关系环节的时间长数 它是从零到无形态变化的 是变参数 我们研究一下 当这个T从零到无形态变化的时候 并还几点的根轨界 那怎么做呢 特征方程写出来 根据特征方程 构造等效开环传递函数 那么特征方程 等于它的分母加分子 在这 怎么构造等效开环传递函数呢 把它放在分子上 把它放在分母上 对吧 这样一放以后呢 分子的阶次高了 我们以前处理这种问题 还没有碰到过 怎么办呢 这么来做 倒过来 我让这个T分之一 倒到上面来 让T分之一从零到无形态变化 变成这样一个分母的阶次高 分子阶次小的这样一个问题来做 对吧 这是同样一个问题 那么T分之一从零到无形态变化 相当于T从无形态变到零的情况 那么变成这样一个表达式之后呢 我们把两个零点分离出来 然后把开环的零点基点分部画出来 这地方三个 三个叉叉在这放着 有两个圈圈 一个是在负的27.7 一个是在负的587.7 这个表达已经是失忆的了 因为你这把587放在这的话 这个地方就几乎贴到这来了 我这地方画的是一个失忆的 为了看得清楚几件 画根拟机了 交给你们了 失忆的根拟机哪段是 这是三到四这段是对吧 五这都是 对吧 失忆的根拟机把它画出来 就这段了 再接下来呢 分离点 分离点 分离点在哪呢 在这 这是七点 如果有分离点应该在这 对吧 那么首先碰到的应该是什么 这个地方 有一个七十角吧 这个地方 失忆的 失忆的这个根拟机已经告诉你 一个七十角是等于 负的180度了 还有两个 凭感觉说 我们不用算了 这个分离 分离七十角 应该是多少 九十度 正负九十度 感觉不好 你看 现在的矛盾是什么呢 当K信号等于零的时候 这三个几点就落在一起 它们又是同性的 谁都见不得谁 要急于三个要分开 你想按照什么规律分的时候 最有效 120 这已经180已经有了 那这两个根应该 正负六十度这么分开 这时候分开的效率是最高的 对吧 算一下看 出着脚 算一下 二乘零是什么意思 是 他指他像他的 他指他像他的 两个零 对吧 然后这个 三岁大什么意思 你这出现一个三角形以后 这三个叉叉 每一个叉叉都像他 都要赢的十两 必须是三个 对吧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三个叉叉 这应该等于二个加一派 那么你把这个K 从零正负一去吧 那么独立的方向 只有这三个 正负六十度 180度 180度 出来了 他是正六十 负六十 180 这么出去的 出去了以后呢 再该算什么了 虚州交点 为什么和虚州有交点呢 他一定要这么过来 一个跑到这儿 一个跑到无穷 对吧 所以一定要跨过虚州 从这地方出来以后 一开始在虚州的右边呢 所以呢 因为虚州有交点 把特征方程写出来 令实部虚部分别等于零 得到这两个方程 由这个方程可以解出 Omega的值是等于 126.45 带到这个表达式当中 去把这个T算出来 T是等于0.0385 在126.几 这个地方来 在这儿来 正负六十度 除去从哪儿过来 过来以后呢 还要算什么 分离点 这儿肯定有个分离点 对吧 把分离点的方程写出来 这是 D分之一加 D分之一加 D分之一 D分之三 要等于 D加27.7分之一 再加D加587分之一 加到这儿 整理一下 可以得出 关于D的一元二次方程来 解这个D 解出D来 两个 一个是负的40.5 这儿 它不是 对吧 这个是 在这儿 负的1190 那么对应 把这个分离点处 对应的那个T的值 把它算出来 用模式条件 这套东西 让它等于1S 让它S等于D 等于这个具体的 这个负的119 带进去 最后算出来 这个分离点 对应的那个D的值 是0.00055 好了 把更过去画出来 分离点在这儿呢 怎么画 正负60度出去 在这儿过来 然后还在这儿相交 然后再过来 对吧 这个图是个示意图 不是一个标准圆 意思是这么个意思 趋势是它 更过去画出来了吧 这是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处理 现在我们研究的实际上 是T分之一 从0到无穷道变化出来的轨迹 如果研究T从0到无穷道变化 怎么办呢 倒过来就行了 清楚了吧 那碰到这种问题呢 我们是不习惯分子的接触 高的这种问题 但是我们碰到这种问题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来讲 就是说怎么做呢 我们构造了个等效 开放传递函数 特征方程是它嘛 对吧 我们就把它放在分子上 放在分子上以后 变成这样的东西了 在底下是 它两个分开以后 两个东西 乘个1可以吧 1加0可以吧 写成这个表达式 就认为有一个开环基点 在付无穷那个地方 现在不是分子分母接触 一样多了吧 就好办了 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 你看 把这个开环零点基点 分布一化 原来是叉叉的地方 就变成圈圈了 原来是圈圈的地方 就变成叉叉了 还有一个叉叉是在 无穷远的地方 无穷远的地方 和它相遇 在这相过来 在这种过来 刚好和刚才那个 跟轨迹的方向反的 这是K从 这是T从0到 无穷远的变化 这个过程 那么计算的 那个参数一样的 一样的 那么 适量的根轨迹 还是一样的 把它画出来 然后分离点呢 也一样 是在负的 1190 对应的那个 T的那个值 还是它 然后呢 在这 然后从这出来以后呢 和虚洲有交点 虚洲的交点呢 还是刚才算出来的值 这都没有影响 Omica等于126.45 对应的那个T的值 比它大了 比它大了 那么 在 这是分离点 然后 原来这个 叫起始角 现在叫 中指角了 中指角 按中指角的方法来做 一样的 是等于 正负60度 180度 正负60度 180度 一样的 那么把根轨迹画出来以后呢 整个这个方向 就和原来反了 是 这么走 这么走 这个根轨迹 这么走 是这个过程 就是说 有的时候 构造这个等效开关传递函数 它未必是唯一的 但是你不管怎么去分析 是要做对了 就没有问题 这是参数根轨迹 除过K信号之外的 其他参数 从零档物穷造变化的时候 根轨迹的汇制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呢 构造等效开关传递函数 由等效开关传递函数 去画根轨迹 但是根轨迹画出来之后 等效开关传递函数的使命就完结了 啊 这是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参数根轨迹的问题 啊 时间到了 我们休息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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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